每一句话,你都要用心聆听 若想找到自己,必先回归内心 安安老师要对你说 人类通常做一件事情,背后的动机不外乎两种 离开不想要的,接近想要的 所以我们刚刚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把这些不想要的东西给消除以后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多增加一些想要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给自己设一些鼓励 还有一些奖赏 你可以告诉自己,当我完成什么事情以后 我就可以得到我很梦想,很想要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会更有动力,想要赶快地把这件事情做好 比如说,当你在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当中 你可以告诉自己,就快到终点了 到了终点以后,我就可以好好的休息 放松旅游,或者是吃一顿大餐 靠赏自己 你给自己设定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这也可以帮助你克服拖延的毛病 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个拖延的原因 那就是对于任务本身感到很反感 所以想逃避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 也都有不同的缺点 你会发现当一个工作分配给你以后 里面一定有些部分是你自己很喜欢的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是你不擅长的 所以当你发现到自己有一些不擅长的 或者是做起来特别吃力的部分 你对这个任务反感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拖延它 因为你不喜欢 那么面对这样子的情况要怎么办呢 其实这边有一个很出乎人意料之外的答案 就是把讨厌的事情放到最前面来做 研究就发现 如果你把讨厌的事情实现拉得越长 那么人总是会在deadline快要到的时候才做那件事情 所以前面的时间都用来等待担心 其实都是浪费 所以倒不如把最讨厌的事情放在前面做 也就是说你最不喜欢的事情 你不要把它放到十天以后做 你就把它放到明天就是dayline 你就不得不在今天就开始做它 而当你明天真的完成它以后 后面的时间 你就可以非常舒心轻松地 接下去完成其他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一种先苦后干的哲学 有很多的成功人士 也都推崇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方法 你先把辛苦的事情完成 在完成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用后干 就是后面你享受的工作 那是甜美的果实 来激励自己 就让你可以在前面辛苦的过程 觉得没有那么累 会有动力继续前进 那么除了先苦后干以外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寻找社会的支援 也就是说你可以先把工作拆分一下 它具有哪些程序跟流程 比如说像安安老师做节目 我可能会有以下的流程 我要先写一个节目的架构 然后再填补节目的内容 接下来再做节目的认识 认识完我要再进行修正 最后才进行录播 所以可能我会分成五个程序 架构 内容 认识 修正 录播 那这些工作当中 有没有一些工作 是你可以分出去给别人做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 比如说像安安老师 我就不太擅长做架构的工作 但是如果我因为不做架构这个工作 我就不去录音了吗 也不是 我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方法是 我就一开始先做架构工作 因为那是我最讨厌做的事情 我就先做 还有一个方法是 我也许也可以邀请帮手 邀请擅长的人 来帮我完成架构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去跟你的同事 跟你的主管协调 有没有其他的人 是擅长于你很不喜欢 你也很不擅长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跟对方 交换一些工作来做 也就是说 每个人在自己适合的位置上面 去发挥才能 即便这个事情是你的 你都可以把它切割 然后分出去给不同的人 那其他人也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方式 邀请你来帮忙 今天睇的工作 我感到对方的优签